我觉得要党局去这样办起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以我一个党员来讲 我觉得安倍晋三 我们可以去调咽他 但是并不够资格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总统府 能够讲清楚 到底对中华民国 做出什么样的重大贡献 如果说都没有这些 重大贡献的事迹 安倍只不过是讲了几句 台湾加油 或者鼓励大家吃台湾的凤梨 或者卸任以后 讲了几句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太空洞了 我觉得作为中国国民党 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些人情世故 所以我并不反对 中国国民党派员去 日本在台湾的交流协会 去调咽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如果说要中国国民党 要为安倍降党旗的话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必须要提出一个 合理的一个解释 那我想可能中国国民党 党中央必须要告诉我们的党员 到底这段时间 安倍晋三为中国国民党 做出什么样的重大贡献 需要中国国民党 为他这样办起 因为对我的了解来讲 安倍晋三是最强烈主张 而且实际在做的就是派日本的军舰 去阻碍我们的渔民去钓一台捕鱼的 是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他在整个历史教科书上 特别在我们的卫安妇上 安倍晋三是坚决不愿意道歉的 而且我们也了解说在核实问题上 其实中国国民党是坚决反对日本 向日本进口核实的 可是安倍晋三是主张要向台湾输出核实的 当然安倍晋三也对台湾做过非常友善的一些表示 比如说吃台湾的凤梨 比如说给台湾加油 或者也公开讲过 在他下台以后公开讲过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但是这一些事情足以到 对中国国民党做出巨大贡献吗 所以我认为中国国民党党中 必须出来要讲清楚 到底做的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如果说做错了 就赶快道歉 以我一个党员来讲 我觉得安倍晋三 我们可以去吊咽他 但是并不够资格为他降党的半旗 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旗 其实跟中华民国国旗一样 都是这百年以来 整个党员为这个国家抛头颅撒热血 用鲜血所把它编织而成的 我觉得要党旗去降半旗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我希望党中央能够提出来解释 因为我们常常讲 这是党中央不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做事情 那因为是降党的半旗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第一个要请问党中央 到底是按照哪一条的规定 第二个做这个过程的决策过程是什么 我相信如果都没办法提出解释的话呢 就是严重的侮辱了我们国家的国旗 以及我们的党阁 那任何人侮辱了自己的党阁的时候 我觉得必须要道歉 而且要负责任 因为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下半旗的办法 它的第四条有规定 只有在三个情况下 我们的国旗才可以降半旗 第一个就是我们友邦的元首 那安倍很明显的不是现任的 也不是友邦 也不是元首 那第二个呢 对世界和平跟人类的进步 做出巨大贡献的 那我想安倍他也主张要恢复 他的取消他的和平宪法 要恢复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取消 然后变成这个一般的军队 而且他在整个东亚地区 也没有为世界的和平 做出什么巨大的一个贡献 那第三个就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 那当然这边指的是中华民国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总统府 能够讲清楚 到底对中华民国 做出什么样的重大贡献 我想这个东西可以摆出来 白纸黑字 让我们的民众去了解的 如果说都没有这些 重大贡献的事迹 而只是我刚刚讲的安倍 只不过是讲了几句台湾加油 或者鼓励大家吃台湾的凤梨 或者卸任以后 讲了几句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太空洞了 而且这些理由是不足以作为 我们要为他下半棋的 那如果说民进党 我们可以理解 他为了个人的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个人希望去巴结这个日本 但是真的不需要用下半棋的 这么隆重的这么一个仪式 去表达你的友善 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 所谓的讨论这件事情 或者甚至反对降级这件事情 就把它打成是什么小红粉 就是跟大陆一个鼻孔出气 你要知道全世界现在只有三个国家来降半棋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印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台湾 那欧洲这么多的国家 东南亚这么多国家 东北亚这么多国家 其实也没有这样半棋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政治 它所谓的跟那个国际政治 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而是一个自己国家 对于自己国旗跟党旗的尊重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最重要的原貌 是不是 ..? 没问题 没事 helpful 走 走 走